來通過 你好 那個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封測的那一個 就是所有封測的那個地圖 都或MAT那個 它對於幾個要點 漁會啊還是什麼漁港 有產生所謂的安全距離上的疑慮 可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就是對於住戶 就是和聚落這相關的那個圖 或是數據 就是實際影響的那個東西 就是可能除了安全距離以外 還有所謂的噪音影響 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 因為像國外其實它 現在其實我們剛剛有看到 國外其實有一些都是有安全距離規防 可是其實他們在抗爭的時候 其實又再更進一步的是 針對所謂的自然生態 還有那些動物啊 當地的那種鳥群之類的 那種東西去做一些爭取和去評估 那不知道你們對這些方面的看法是什麼 好 那因為問題有點多 我剛才有重點提及 那你們可以提一下 我大概分了幾個啦 一個是跟國際有關的 比如說德國的抗爭經驗嘛 或是說荷蘭的風車 因為荷蘭有很多風車 那他風車怎麼去算呢 那這是兩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就是當地的苗栗的政治生態 就是說 歐文明會換作政長 或是什麼其他媽媽 在選擇上不一樣 那 第二個是環境程序 目前走到哪裡啊 那第三個是 欸風大是不是就一定可以開風車 他的選擇理由 但我覺得這一題好像 那他們可能不一定知道 因為他們也不是風車公司的 對不對 所以但是如果你們知道 再回來 那就算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大概是這樣子 路長有疏漏的 然後再問你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先回答 這個荷蘭同學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 應不應該在這裡講 所謂政治生態這件事情 那你們看 剛剛有注意到 因為那是苦勞記者的一個 他的一個報導 那其實對杜文青 他是我們現在院議政的政長 那因為我們了解 其實在環評書就有清楚 我知道 在94年開始做環評的時候 我們了解的是就是說 杜文青他當時是在 因為他是立法委員 然後因為在通校的某個風機 是因為在反正跟聯合大學的一個 他們的校區預定地有關 所以等於是有接觸到這個地方 因為他當時也是聯合聯大的一個研究生 那我們知道了 就是等於在地方就會知道說 苗栗的風機是當時 杜金浪立委的時候 他頂進的支持的 那這是我們知道的聲音 那當時這個苦勞記者 他在很早一個失業絕食完 有幾天他就進來 那他一直覺得就是剛剛看到的就是 就是祖南還有厚龍或通宵 他們海岸線平均是一公米到一隻 可是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不到三公米的海岸線 密度可以高達14隻 他也有所疑惑 讓他去了解說會不會跟政治有關係 那就是剛剛我們 院裡的風機是這樣 第一期就是六隻 然後在很早的時候 在95年的時候就通過 再來就是97年入境當政長 那之後99年就通過 六隻就是再新增了三隻 那在去年的101年就新增了 五二二六加三加五 總共都是14隻 那他就是也去判斷說 好像跟 因為院裡本來的不到三公里 已經有六隻這件事情 就是平均公里已經兩隻 所以密度已經高過了 其他地方立下的沿岸 可是為什麼都已經上選之後 又要加三又加五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他也有正式的去了解過 那他覺得會有關係 那之後在我們來到台北就是 高度比較強的時候 當然也有透過人家去講說 頓進他不只是當時 苗栗的風機他已經進的 就是好像當時就是 他是帶著你這個 這個集團的他們負責人 進到立法院 認識每個地方為人的 所以等於是說 所以就是可以去聯想說 他大選政黨之後 為什麼我們短短的海岸線 又要加進來 再加進來這件事情 就是他會用那個圖 拉人家去 就是他的判斷 是有直接的關係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解答到嗎 完品的程序目前到哪裡 就是說沒有再提出 就是行政訴訟 對就是當時4月的時候 也是4月之後 我們的委任律師 林三家律師 有聽了一個公民告知 就是還跟環境有效 那其實環保署也有 那是博迴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那個 靳豪有講到 就是說 他全部都跟通宵阻男綁在一起 那其實如果以院裡來講 我們這樣子的 一直加上來 總共14支 早就差不多 10%的總發電量 然後他認為應該要分開的 不能讓三陣綁在一起 用這種 用這種技巧性的方式 可是環保署幹嘛他是博迴 就是 就是 就是認為他們 他們並沒有無效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會打 行政訴訟這件事 對 好 那還有再問就是 對自然生態的影像 有沒有這方面的 其實 其實 我 就是我們這樣 他們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就是最簡單的就是 對人這件事情 因為人會發出很大的聲音 很多抗議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是 只是要求到一個 最薄弱的一個安全距離 這件事 那其實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院裡方莉莉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 很恐怖的事情 你剛好有沒有準備到的照片 其實這個方莉莉的一個 一個正在做的三支風機 它的入口 就是一個民國七十幾年 我們台灣省政府 做的一個白陸式保護區 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入口去一個 一個地盃這樣子 然後 然後其實當時 其實我們 我們院裡真的都知道 就是說 那一個 其實如果沒有要抗議風機 其實那個是我們人 不會走進去的地方 它就是整個一個 很嚴密的防風嶺 那很偏僻 就是算偏僻 那附近只是說 大概兩三 其實是在兩三百公尺 就是有一個簡單幾乎的原海巨肉 那其實大甲的風機 是大概六年前已經完成 那其實大甲的廣北就是接下來 就是我們院裡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們當時為什麼這個反風車 就是除了對人 我們還這麼堅持是 我們就是去年的九月十月 就是這個 就是我父親現在已經六十歲了 那有一個景象就是說 其實當時就有聽到 這個大甲去的人 因為這個房地底 這個白鹿市保護區 以前都是 好幾百隻身上見之的 就是他們的一個 候鳥群 他們就會拒絕在那個 所謂現在的施工的工程 當時就是白鹿市保護區 那我們的就是 反正我們不會走進去 妨礙到他們 可是大甲公斤坐之後 我們發現一個景象 就是也是去年 抗分不到一個月 我們自己也有拍到 就是說我父親他在我們這個家鄉 就是已經生活六十年 他從來沒看過 白鹿市會 等於不是走海岸 因為那個房間也很怕 那他是反而靠近西濱 然後他就停留在那個 西濱橋下那個 我們的稻田邊都有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 也有一些樹林這樣子 然後大概有五六百隻 那其實我們當時對那個意象 我父親一直覺得說很驚訝 就是他從來六十年來 也很少看到這個白鹿市 都跑到這裡 以前都是在海邊 那其實就是聽到大甲公斤 在講說我們這禮蓋五六 就是風紀六年來 其實白鹿市已經都廣東移 因為風紀會影響到他們的遷移 他們的路徑 那他們的西襲地 他們的西襲地已經不會在 原本就是無人去干擾的防風嶺 就會往東嶺 然後他裡面停留在這個西濱橋下的 一個稻田邊休息 然後就是在五六百隻的一個影像 然後那時候我們才去把他 因為剛開始在抗爭 還沒有注意到這個環境生態這個問題 然後才去連結到說 其實他們這個風紀對白鹿市 他們的一個過境還有他們生活 其實已經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只是說他們不會像我們這樣 可以述說出他們的聲音 可是在他那個這個過程 其實就知道 是已經相當的有影響 那另外的說像大甲還有後龍他們 因為我們在地的媽媽們都會 像現在這個季節 都會去那個野生的那個蚵仔 都會去那個破蚵仔這個 那其實像我院裡現在還沒射風機 然後真的媽媽到那個 去採那個野生的蚵仔的時候 裡面確實都是活生生的 就是就是還有肉這樣子 那其實像後龍還有大甲 他們去採那個蚵仔的時候 裡面都已經是空殼 這個就是很明顯 他們是很嚴重的影響 那尤其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風機掉下來 就是後龍就是 就是七年那一隻 我有去問那個阿伯 他是說 反正就是我們其實相下 也沒有讀那麼多書 也不懂說 到底這個影響 到底在論述能到哪裡 可是他就說他以前是種西瓜田 可是就是從風機 因為那隻風機離他的田 不到100米 大家說 從此之後西瓜就長不出來 他現在是種南瓜 就真的 他的稻田 現在就是南瓜 可是其實我們 老實講 我能力也不足 可是就是很明顯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西瓜已經種不起來 對 然後就是 就是 現在就是種南瓜 所以很明顯 也就是 這些我們看 我們靠我們自己老百姓這樣子去 就是很真實的聲音 他們 然後還有是這 雨秒過近 如果有風機的地方 他們就不會過去 這個這很多地方 已經都很真實的 然後不在發生這樣子 那這間公司他都會覺得說 你們都在說話 其實都沒有這個問題這樣子 所以其實 現在編理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當然冷 我們會出聲 可是其實 老實講他對神牌 還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一個影響 甚至嚴重的危害這樣子 好 謝謝 剛剛有提到問 等國和何蘭的事 這邊有知道嗎 或是沒有知道 是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英華維哈 雖然是一個德國公司 可是他其實 他是一艘設置最多風機的地方 自然是台灣 就是他本身在德國 就是有一個風場 就是 風場就是 就是 一個區塊嘛 然後 幹很多風車這樣 他在德國只有一個計畫 那他在台灣 他現在好像總共有七個 就是說 台灣現在的狀況是所有 一半的風機是 台電蓋的 就是 另外一半都是英華維蓋的 那等於說 就是英華維它完全壟斷了這個 民營 民營的這個風機發電的這個市場 那就是全國所有的台電之外 就是英華維 那也沒人再跟英華維競爭 那對英華維來講 他就是 他 他在全世界有這麼多風場感 就是在台灣 而且台灣的這個台電 他 因為就是在這個 台灣的電業根本裡面 就是說 你這個 你這發出來的電 一定要有台電來統一的收購 就是說 他如果在台灣蓋 他也是 所以他已經 他一定可以把電賣出去 所以他就是 也沒人跟他競爭 所以他就越蓋越多 這樣子 所以在台灣的情形就是這樣子 那 那在德國因為他們也做一個風場 然後好像也 也 也不是說具體秉災 也不進 所以說 基本上他在德國 因為他在德國其實非常小 就是 如果就是德國這個 一些有研究在聖能源的人 或者是 研究能源政策的人的話 其實很少 就是大家 不會很多人聽過英華維 因為他 在德國其實就沒什麼名 但是就是說 他是在 他在台灣設置非常多 而且 就是他 他本身也不是一個 那個 就是風力發電的這個 機組的製造的 這個商人 就是說他 他用的是另外一家 這個 是另外一家 更大的 也是德國的一個 是真的在生產工機的這個廠商 那 其實另外一位 他本身並沒有這個 製造風力發電機組的這個技術 他等於就是說 他只是把 把這東西拿來台灣賣 然後 然後 然後拿這個台灣的能源 就是 再生能源的這個 補助 然後蓋 這場蓋非常多風車 然後又可以 被台電收購 就是 他大陸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那 在荷蘭的話 其實 我也不太知道荷蘭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說 在 在於國外 對國外來講 他們有比較多的那種 就是 參與風機設計的方法 比如說 很多 他們很多人使用 就是 比如說這個 風機是 由 社區區域入骨 來建造這個風機的 就是說 他們不會有 就是說 呃 比較不會有說 就是 比如說這個 你到要蓋了 的時候才發現說 你家裡要蓋了 這些事情 大家看看 比較早期蓋了 那當然可能還是會 產生一些影響 那 在國外也 有非常多的這個抗子 剛剛講過就是 國外很多的這個 反對風機發電 那 那 那 同時他們也有一些 其他的這個 民眾參與的機制 那我們覺得說這個 也是在台灣 應該要 考慮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好 差不多 這樣好了 好 我們謝謝第一輪的提問 我們現在開放第二輪的提問的話 就是 想要問問 哪一位 兩位 來這邊 來這邊 前面 我們先請給這三位 剛剛你說那個西瓜跟南瓜 不曉得為什麼會這個樣的 我就想 是不是西瓜有耳朵 然後看瓜子有耳朵 好 好 輕鬆一下 好 還有那個 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個小狗是什麼名字啊 炉尼尾 啊 炉尼尾 炉尾 啊 看這個很像 還有那個 因為我在美國住了好久 我每次好欣賞那個 加州有一個President Hill 那個地方有好多風車 我都好欣賞 這個地方風景真美 但是他們因為都沒有住家在附近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那碗裡這個樣子真的好可憐 真的 我心裡面都一直在哭 還有那個不曉得那個人員局是在哪裡啊 沐昕北路2號 沐昕北路在沐昕北路 沐昕北路長安東路跟巴仁路的中間探知 我們去太多次了 沐昕北路長安東路 身體友好辛苦 一開始有時候提到 這個議題的問題 那你們能不能 我们有没有把那个低频的声音 试着把它录下来 低频是 我们讲的就是 一种噪音就是耳朵听得到了 就是风切声那个噪音 然后机器在运动的声音 那低频是脑脱 其实耳朵听不到 是脑脱才会受到感动的 那有些对低频比较敏感的 它就会直接就是像 我就是说就是会很疯痛这样子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它是一个频率的话 一定可以被记录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尝试把它记录下来 到国外特殊去跟它过 因为这个就是说 这个环境的灾难 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心生体验的人 它是永远是无动于衷的 那我就是说 你要尝试的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 变成能够一转 不要自己一个梦在那边 就是说默默的承受 那这个如果说你这样默默承受的话 应该是说你们在当地那边的人 是要世世代代的去承受 那因为如果说这个 你们要赏尽办法去让这个东西 能够转移 那如果说你们这个做不到的话 你目前就是说 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说那这些风车的 每年的产值 对不对 一定大赢你们当地的产值 那在这个政府在追求这个 最大的经济赞助者的情况下 我想牺牲你们是以所当然的 对不对 你们这些这个产能 产能不足的人 要来对抗我这个利益的最大值 我想永远上生不过了 所以我想就是说 你们是不是能够要 试着去找一些 你们当地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专业的人去制造这种低频的移转 是不是 我会很想说 是不是才是一个 对你来讲才是真正的转积 不然你告诉他 我相信这个 在这个政治历史栏下 你们这些没有用的低产值的人 这个 对他们来讲 一点也不资格去 去珍惜嘛 对不对 我们谢谢 这是沉闻你今天的提问 那其实是大家知道 今天自己都会用自己的方式 来帮忙愿理的朋友啦 不是只有请愿理朋友去撤 都是在场朋友有这种撤的机器 帮你来愿理帮忙撤一下 我们请第三位提问 这边我先跟大家分享我指导的一些变强 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台电资深的系统工程师 那台湾目前对于绿组产业是有辅助的 像太阳能 然后风力都有 在风力的部分我不想得有多长时间 那我们现在民生用电一度是有10块 可是太阳能华电的成本一度是超过10块钱 那一样跟硬华会一样的状况 台电会统一收购 用超过卖给我们的电的价格 差不多10几块以上的价格 去跟他收购那些电 所以台电收购这些电是赔钱 而且是赔很大的方式在收 那厂商既然有台电做后盾 他绝对不可能赔钱 因为台电肯定会收他的电 甚至更可恶的是 今天太阳能力没有办法发电 下雨阴天的时候没有办法发电 他还有电产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直接拉台电的电 进来 然后再回去给台电 这是直接的套利息 所以我不晓得英华会 他有没有类似的手段 在赚一些金钱 如果有的话 那这才是他赢根 所以我觉得 今天他们这样子抗争 已经这么激烈 人在下面不管施工的安全 还是要一干 为什么 因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营造他们的很大损失 可是为什么还是硬要让他过 为什么不停顺 因为只要过了他的风机 或者是说他有个风机做掩護 他可以用别的手段 像是踢鼓机一样 因为全能来做钱进来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完成他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对啊 那至于英华会是不是在 就是电力收购上面 他的补助 他的发电成本 然后台电跟他的采购加多少 跟他有没有利用台电的电 然后再回收给台电 这样子的行为进行套利 这就是我不晓得的部分 好 谢谢这个听众的资讯提供 那我们就再开一段误问题 就刚才听讲 这边一位 那还有 他也是都想问 好 那我就先请这位先生来提问 是我刚刚探认了 Panfer里面有 我说低频噪音是22-200Hz 然后一般基本上 我都20Hz以下是听不到的 我自己用电脑做过一个测试 你可以在电脑里有MIDI的软体 做不舒服 不同的应该是什么 我自己有的时候 可能是有应该有大概到18-18 或者应该到一点 然后在下面 我常常是把它应该到最高 应该感觉都没有 对 所以说在它以下 其实因为你知道 像我们在路上走动 那个它会造成 其实会造成大的一个音响 我觉得它是属于 在我们的听到音之下 因为如果说我们听得到的话 我们希望在路上走啊 可能它会接着走来 所以说这边的地方 应该是在20多元上 然后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 因为以前像是机场 或者说像是高速公路 它们都造成了很大的噪音 相对就是会造成很大的噪音突然 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我很好奇 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法律 比如说它必须要离 像机场就是高速公路 它必须要离民房多远 然后它的噪音应该是要在路上 因为像这样先例可以用这样子 然后最终里面完就是 真的拿给它 这个麦克风去測试说 到底应该要到多小 才是说大概可以演出文化的 那我问的问题 比较想的是说 问噪音的就是我们法规的规定 那些方面的问题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法规的规定 主要是那个噪音管制的这个法律 主要就是要针对你的这个就是它按照不同的设施 它会有分配数的这个规范 就是说 为什么它进行赏戒指 但是就是说反正就是某个设施 接着它附近它就是说 它产生的噪音到了一个分配以上的时候 它才会进行就是比如说开阀这样的工作 那其实对于噪音这件事情 那一华为常的回应就是说 就是说台湾有在管制 那可是问题是这个管制就是 这个噪音防制这个管制 对然后它是把 它在这个法律里面是把 公立法界的厂视为就是一般工厂 就是它的法律上的评为 它就是说 它就是受到这种一般的工厂的这个 的这个 就是这个法律来规范 它就说是 从用这个分配数来测 那这就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就比如说你 你到底要在哪里测吗 就是 你今天在 你今天是要在家里面 来测试分配数 还是说你要在外面 这个也不一样 那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 就是风力法电机台 它在转的时候 你要看它转的那个速度 来 就是说它那个转速越快 它的那个噪音就会越大 那这也有一个空间 就比如说 今天要来测试的时候 那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调整 就是 比如说今天 今天它只要比环保菌 人家来测试 那它这个 它这个 它这个风力法电机实际可以放慢的 那如果它放慢的话 它其实就没有生 它的噪音就会减小 减小到可能是这个标准以下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来测也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也测不到超过规范 这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 这个噪音它跟工厂 还有其他的东西不一样 就是说 它这个风车的旋转是 日夜不停 24小时不能转 然后 就是有一定的频率 这样子 呼呼呼呼 然后 一开始你听你可能觉得说 好像 好像没有很大声 那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东西在那里 可是你真的挺久了 就会 就是 就是对你的精神影响会非常大 就算 就算它不是一个震灾 非常吵到你耳朵受掉的声音 其实 它的影响主要不是这部分 而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然后一直存在你那里的声音 然后来造成你这个 这个声音的影响 可是 针对这部分的话 它 应该是要跟 跟其他的 那种噪音 用不一样的 这个规范来 来 来处理 那现在環保署 是说 他们有要 打算就是要 他们已经要 修订这个规范 就是说 把风车的这个 噪音和管制的这个标准 就是把它 调整得更 严一点 就是说它 他们认定说它的分配数 应该要 比这个 其他工厂 就是说比一般工厂 来讲的话 它就可通许的分配数 应该要更小 这样子 那 但最主要还是说就是 还是一个 还是要回回到一个 距离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 它都可以操作的空间 而且 随着这个 风速不一样 那你造成的噪音 的这个 大小也不一样 那所以说 它呢 它也会随着季节变化 然后 它的这个 这个噪音 它会因为这个 风的关系 所以说 并不是说 你它越近 它声音就会越大 就是说 因为这个气流 你要看它气流的 流动 怎么样 所以说 有可能 最大声的声音不是在 最静能的地方 反正在中间的某个地方 等等 就是说 你要能够保持它 距离明在一定的 范围之外 才是真的 能够鉴定 它影响 所以 最 就是说 最有效的办法 然后 可能是说 如果你只用一个 规范去 规范它 它变成说 你只用分配数 正標準 来限制它 而不是说 没有考量 反倒说它是自己也不怎么赚 那它还有其它 各种 可以改变的因素 好 谢谢 那再讲 我可以补充一下 那就从母亲 我们帮忙一下 我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 噪音管制法 现在我们 台湾的噪音管制法 是归在工厂内 就是说 你白天 不要超过45分倍 晚上清音的时候 不要超过39分倍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今天选择去这个工厂上班 我可以已经 我心里知道 我会有噪音 就好像我在陶 陶原机场工作 你看那些 在指挥飞机起降的人 他们噪音很大 可是他是瞬间的 他会有防护设施 我今天是一个工厂上班 我自然是会有 准备我的防护措施 因为我是有报酬的 可是今天风力发电 他是24hours is running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的法规 把它揮犯在工厂的噪音管制法 本来就不对了 我在工厂上班 我了不起12个小时 好不好 我12个小时之后 我可以回家休息 可是今天在海岸 在海边 因为我家也是住海边的 我们在申请案的时候 我自己当初 不要说听24小时 我在网路上听 10分钟就好 我就已经快疯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 对这个议题很关心 而且这不是只有今天在院里 今天这个厂商 用这种殖民心态 跑到台湾来 做这样子的事情 本来就不对了 还有我们的法规 是非常非常的不完善 刚刚 院里的四周会干部 他讲250米 那个是一个 要不要进入环平的建立值 并不是真正要进入环平 雷云局只管多少 雷云局只管115公尺左右 就是说 他的风筒再加上 枫叶的那个山叶的35.5米 就看他的基型 就是说他倒下来不会 那附近不会有人住就好 他们只管这个 可是他今天是我们的经济部 下面的一个局 他是发这个电业 施工许可证的一个 事业主管单位 他们今天只管他100多米 这样子对人民是公平的吗 还有这背后最大的利益 可能大家都还不知道 因为英华文在台湾所设的 他们自身是绿色能源 这背后最大的利益是碳交易权 因为这个部分是 就是说 当他在德国当地 制造很多这些基组的时候 他们会产生很多碳足迹 他就利用在海外 所发出来的绿色的一个店 再算交易平台去 那碳 文系有一个碳交易平台 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片 叫做碳为观止 碳就是减碳的碳 这个是一个记录片 都在讲很多很多的资本家 到很多落后的地方去投资 把在落后的地方所产生的绿色能源 再拿到国际交易平台去 做这样的交易 等于是说 我们台湾所降低的碳足迹 他把它 这属于我们台湾这个地区的 他把它放到交易平台去 让他们自己在本国 所产生的碳足迹降低 这样子公平啊 各位如果对这个议题 有深入研究 因为现在欧洲欧宏 整个对这个议题 是非常的注重 所以大家可以 你们的学识都比我们高 所以大家可以去 好好地研究一下 如果说大家要听第一品 可以到现在做的封场去听一下 我自己曾经在石门的封场 不是东北季风情 大概11月底 东北季风还没到 我站20分钟我就已经头晕了 我就已经心跳就这样 啵啵啵 就是会大口呼吸的感觉 因为那个不是说 你在一个噪音管制法这么松散 而且有个环保署去年说要降低了三分配五分配 英华威就在那边叫说 这样子叫业者不要活 你最好给我滚回去 所以对于这个造衣管制法 我们是有必须要修改 而且是针对风力发发电 你一旦安全距离出来了 很多问题都可以做一个 比较清楚的规范 所以我们的音乐局 只管什么 只管他们只有在办公室 看看那些文件 还评书也不会去看 说合不合格 所以这个这样的政府 实在是非常的糟糕 人民现在的抗议 刚刚有几位很好的建议 可是因为我们的 自救会走过一路走来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专业 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所以希望如果说现场 有一些专业人士可以提供 譬如说测低频啊 或者说各方面足够 这是不仅仅是为院里 而是为台湾的海岸线也好 或者说台湾的环境 刚刚有一位在场朋友提到说 是不是风大的地方 就可以射风机 为什么在谷坑 或是在院里 很简单 因为在海岸线是最便宜的 技术最低的 我们的产业到会都开 都开到那个地方了 英华威好不讳言的 就说台湾线是技术最低 成本最低 今天以一个商业者的 做商的人来讲 做生意的人来讲 他当然选择成本最低的 他今天要去山里面 他是不是自己 还要去开一条路 这很简单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好意思 我讲的多了一点 那不是 希望没有讲太多 谢谢 好 多了一点 谢谢 恭喜你 很简单 今天要知道 这是一个 就是自救会的 我不行 我再简单 自我去查让大家知道 OK 不好意思 我一心赖 赖满足 我是北海岸 淮金自救会 Anyway 就是2011年 我们家 也面临这样子的事情 同样是英华威 OK 现在大家看到了 在文字上都是通威 因为是通宵月礼的案子 当初在北海岸是什么威 你们知道吗 猜一下 海威 海威 小胜威 小胜威 冰董 还有在新丰叫新威 新丰跟新乌 去年的八月 在院里案之前 他们还要 他们也要进去新丰跟新丰 干 可是他们在最开始的说明会 就被乡公所给打回去了 从八月一次 就 本来是新丰跟新丰的案子绑在一起 后来被新丰 弹回去 他们就会 就后来就是到新丰 新丰就是隔一条溪而已 旁边就是对 那个再往南一点 再往北一点就是新丰 就隔一条溪就是新丰 可是事实上呢 根据我们去拜访新丰的朋友 就是说 去新丰 然后可能他带我们去新丰 就过一条溪这样子 新丰又在编了 老人家就说 你只要有卖鱼 卖鸟了 因为我是住海边的 我们家到海边 差不多到那里 就可以到海边 所以我们家也是靠 东北季风的时候 就是冬天的时候 也是去抓卖鸟过日子的 为什么现在卖鱼这么贵 因为没有卖鸟 英华卖的王云云说 是我们烂 对不起 我们只有用网子去补 OK 他懂不懂 就是因为他在 所有的风机都设在出海口的时候 他那个航空指示灯 谢谢 还有那个声音 他会影响水闻 所以那描鸟就不敢来 因为鱼类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所以在新丰这边 他们就抓不到 就是这两个几年的冬天 就抓不到曼苗 我们那边现在去年还有 我弟弟大概就是冬天 还有一点小外块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没有 然后他就说 王云就说是我们污染海源 我们烂捕 对不起我们是用网啊 我们是用一个网网子去抓 我们没有用电喔 因为曼苗是非常非常 他就是涨潮的时候 到出海口 跟淡水跟海水交接的地方 才会 他就等于是回游嘛 那所以 我在2014月 经历了两年 可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家那边的长辈 也是担心了半年 就这样子 一样啊海威啊 他在我们北海岸叫海威啊 可是没有人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今天 好OK 今天在 通通通威 在通宵的基础坏了 原来设置的公司不见了 要怎么去维修 有没有想过 就放给他烂啊 对啊 就放给他烂啊 就是就是这样子啊 你如果今天去台 台店在十门的封厂有六支 他那个记录表都已经停了啊 就是这样子啊 台湾就是 他就告诉你说原来配合厂商 已经不存在 所以无法修 还有刚刚 刚刚 惠民还有金豪 他们这样讲 大家知道那个风机有多高吗 110公尺是几层楼 33层楼 等于是我们的国际会议中心那么高 33楼还要高一点 他是会动 他是会随着太阳的日照时间 然后会让你在那个 在下面中西瓜的阿伯 在渔港旁边 躲网的阿伯 头晕的地方 因为他是会动的 OK 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这些官员 在省这些的时候 都只是拿出差费而已吗 这些官员为 都只是拿去拿出席费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这件事情 2011在三支 他们要摄23支 大家有去过三支的话 从浅水湾 OK 现在那边很多copy shop 这个地方 一直到白沙湾 你们可以想想看 那个长 那个距离是很长 他要摄23支 他当初也是啊 没有关系 你就给我摄一支就好了 你摄一支是要干干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的伎俩就是这样 好你先让我摄一支 接着可能每一支的距离是 刚开始是300米好了 时候就是中间插一支 中中间插一支 各位如果有注意到观音 他们在几年前 他们就是这样子 中间本来每一支 距离是300米 之后你现在就看一排 那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商人你要赚钱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尊重这个地方 你要尊重这个地方 尊重当地人 他连他刚刚慧敏 在刚讲的很客气 2月18号 如果大家有进去 他们的那个 院里返风测试 就会你去点 去找那个2月18号的 另一支袋子 有18分钟 或者是你在YouTube里头去找 王云莹一个堂堂所谓得商的副总 叫这些六七十岁的阿公阿妈说 你把我戴天府拆了 这是多么的不尊重 戴天府是所有当地人的信仰中心 就好像叫他们去拆 就好像叫法国人去拆圣母院一样 这样子对吗 这样子叫做尊重吗 他在官员面前 在环庭委员面前 装着一副很可怜的样子 他在面对乡亲的时候 是那么的不尊重 今天他在院里 明天可能就是在台南 他们也甚至要在台南欺谷 够有名的吧 台南师弟够有名的吧 他们要在那边射攻击 OK 可是被当地环保环体给挡了下来 哪一天他会再进去不知道 北海岸哪一天他会再来也不知道 都会 所以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的2011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说过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安全距离 很简单 这个就是出来 你能源局 你就是要去订这个出来 能源局不长进 今天都已经两三年了 还让这么多相信到 台北来看 你那么寒冷的冬夜 一月份 好多冷 台北只有13度 我觉得怎么可以 这种事情在台湾 在台北的街头这样子 没有人去关心 没有一个政府当 或名义代表 大家一直看到钱 然后再看到那些警察 这样子抓人 这是台湾吗 所以各位 如果有国外的媒体资料的时候 请提供给自救会 我们现在在找 德国或是欧盟的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的 mother company 来看看他们在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除了当地的NGO团体之外 我们要德国当地的 类似他们的公共电视的 来报导 因为在欧洲 他们是非常注重所谓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在场的各位 有这样的一条 那请跟自救会联络 因为我本身是跟德国人 在做生意 我也在透过我们国的关系 在找 可是目前还没有 但是因为看到这样子的情势 发展 不是只有对院里不好 对整个台湾都不好 他们是非常非常 用那种殖民心态 今天我们在找再多的证据 找再多的证据 来检举它 违 违法都没有用 因为我们政府是很符合 都没有在做事 你会让我真的是气到 讲不出话来 好 那我们就是 拍手 谢谢大家 好 如果我们 就是可能知道 以后我们 就是进到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通常会在一起 就是与他人讲一下说 接下來 针对这个议题 会有哪些行动 也许大家知道 有机会可以来 一起参与的 好吗 计划或是会员 好那就是 就先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个 怨敌反风车次求会 有一个 脸书的这个粉丝专业 那名字就叫怨敌反风车次求会 然后风是这个风 就是 风子的风 那大家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到那个 到这上面叫按赞 来 去按赞 那上面就会有更新 我们最新的消息 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最主要是说 就是在台北这部分 可能还会 在就是 就是我们这样会想 把这个议题 就是在台北 再办一些讲座 或其他活动 然后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个 就是风力发电的这个 规范不足的这个问题 然后 认识怨敌 现在这边的状况 那 另外就是说 在 可能在 在 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之内 我们会开始办 那个 院里的这个 呃 那个 就是 到院里的一个 对 那 就包括说 内容就包括说 就是 可以 就是我们会想要就是 在院里这边做一些 留下一些记录 那就是说去 比如说去采访 就是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 每次都跟我们一起 出来抗争的这些相亲 那就是 可以采访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心盛是什么 那 那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日子 他们什么度过他们的日子啊 就是说 他们有很多自己 自己的工作要做 那他们就是 也常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 在工地 比如说在工地待 待 待半年 然后他就是要回家一下 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再回来 这个工地 那 就是说那他在这过程当中 他 他的生活是 变得怎么样 那他怎么 这么同时顾他的生活 然后又 要保护自己的家 等等的 然后 就是 会有一些这些记录 然后 把这些 把这里的相亲的 这个声音传达出去 然后 还有就是也是来认识 院里这个地方 然后 或者是真的来看 就是在院里旁边 这个 通宵啊 厚容 大甲已经有很多 的封闭法典籍 那也会 带大家去看出 就是 住在封闭法典籍旁边 那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 他们受到了哪些的 危害 那我们也可以 把这里记录下来 然后 就是 把这个 把这些讯息都记录下来 然后 传递出去 这样子 对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 会有这样子的活动 到院里来 呃 就可能就是 两天一夜的 一个 体验的这个活动这样子 那 那 接下来可能就是 大家就是 是继续就是关注这个 网路上面的消息 这样子 那 那 我就大概补充 我们现场工地的状态 其实 呃 像我待会也是坐 11点火车 回到家2点 那明天清晨5点 就到工地 因为 就是要守 守在内工地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第一期 它是合法 然后所谓的合法 然后6支 那 已经 四支的基座完成 那 明天它 应该 就是会 再继续 试做第三支的夜片 所谓夜片雕化上去 其实那一支 就算完成了 所以等于 接下来我们 呃 今天是星期五 下星期一 或是 或更快的星期天 它就会到 呃 第四支的工地 所以我们现在 院里的状况 其实 每天还是都 非常非常的危机 就好像说 我们今天虽然 到台北能源局 那经济部开记者会 一台游览车的乡亲 可是我们工地 还是随时要有人在留守 对 所以 呃 反正 我也只能说 现场 其实 看警察跟保全 这样的 团结协力 其实老实讲 那个 塔桶 或夜片 或是任何工程车 我们的力量是挡不下来 尤其政府官员 没有一个安慰也做回 那 呃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 还是坚持 每一台工程车 每一 在这个争议味觉的时候 我们每天 还是在那里做 所以你们都可以看到 呃 其实 你的肤色就可以 伸出来说 有到现场 深远的学生 然后 其实我一天还蛮白 蛮漂亮 然后 反正就现在就是 真的 只能说 这工地真的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在现在的状况 就是每天都是告急的 然后每天是 一天有睡到三小时 就算很幸运了 那 突然的 其实前三天 其实它夜片 应该要上去 可是就因为这几天的 那个南风 风很强 那听说就是因为 风 风太大 没办法施工 那 其实我们这三天 也不是休息 就赶快趁着 呃 可能 呃 停工的那个 我们就到台北来 然后来参与这个讲座 或者什么 就是要把握任何每一天 那 就是 这是大家现场的状况 那如果 呃 反正随时 我们都需要更多的人 不管你们说文书的 还是现场 可以跟我们 给相信加油 鼓励的人 我们都很需要 因为尤其像 这个深远的学生 让我们在地的相亲 就是尤其是 有参与绝食者的相亲也好 其实 我们现在在打的 真的是一个 安全距离的上 就是 其实老实讲 那个安全距离 打出来对 院里现场工地 其实 嗯 我们还是一直做 然后帮助不了多少 可是 我们还是要坚持 去打到 嗯 就是在 院里这个 议题上 这个高度上 我们打出一个安全距 至少 不会有一个小一个乡症 跟我们受同样的苦 因为那个 真的太苦了 我也无法行动 我只能说 呃 就从 呃 因为我是从三月完全 呃 完全就是 没办法工作 那 这个没办法工作 是也是因为 呃 我刚刚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这个樱华威 这个网副总 他如何跟我们沟通 其实一开始这个新雕区 呃 他一开始是 他发现发起人 我们是发起人的时候 他 第一个就是 他所谓的沟通 他每次都会在 大家的面前说 难道 陈慧明或是叫我父亲的名字 陈青涵我没跟你沟通过吗 我私底下打几百通的电话给 我没跟你沟通吗 那沟通就是说 看看我们的环境 你可能需要建设 你的厕所 因为我们是一个地方画馆 一个一纹在一起的空间 那 他就会觉得说 呃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呃 未来我风机盖了 你要夺好的隔音墙 你要多少 或是甚至会开价钱说 呃 我帮你维护整个环境 可是我不要 我不要的是 就是 那个距离的问题 那一次 两次 三次 大概第五次 他就会去说 那我 呃 在去年的十二月底 就是 就有流氓会进来说 啊这里很漂亮 你如果被猜了怎么样 就会有语言恐恶 那接下来也会电话上说 一个礼拜内找人猜 那其实他真的就是 把我们乡下人 虽然真的乡下人 我没有读什么书 可是我们草根廷是很强的 我们要的不是 所谓的利益回馈 不要来跟我们太回馈 我们要的就是 我们就是爱我们的这个家乡 不想要在这里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行下去就关起大门 就是跟他对话到底 所以我也没有工作 就从三月一直到现在 那其实真的 那个心情很难说 也很复杂 因为就从 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 整个社会运动 呃 也不知道什么叫社会运动 老实讲 那也看到了这么多了 像你们还有这些生业学生 其实是很感动的 这是另外一种感动 也就像那个妈妈 那个厂土一样 可是 呃 真的就是一路过来 真的太苦了 因为 有很多很多的 其实我觉得 最苦的是被分化的力量 对 其实做了很多 那他们会预设 我 为什 我们每个投入者 要的是什么东西 对 那可能他们会去怀疑 我可能要选 选民意代表 对 然后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很多 或是我们为了什么 或是这些生业学生 他们为了什么利益而来 所以就是 我觉得最难受 是这种被分化的力量 那除了现场 但很辛苦之外 还要去面对 那种 就是体力已经都在好 那还要很强的精神 力量去消化他们 这些所谓的负面 任何攻击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 那也是很苦的经验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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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